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喊话 如果当上总统要再成立专案办公室 但在野党就痛批了 蔡政府执政七年多 已经成立了三十几个国家队 和十几个专责办公室 甚至连这个杂粮外送电动巴士 都有国家队 却完全没有解决问题 就是浪费公帕又跌床嫁务的政策 民间党总统参选赖清德说 如果当上总统就要成立专案办公室 但蔡政府执政七年来 光是国家队就成立三十几个 像是打炸国家队 凤梨番薯国家队 外送国家队 连电动巴士和电动大客车 都有国家队 铺天盖地的跌床嫁务 但问题几乎没解决 这么多的办公室 花了这么多的预算 请问一下成果到底在哪里呢 如果你选了赖清德 就是延续过去这七年 乱七八糟的这些政策 然后分官授决 搞一代人去当大官 拿国家的薪水 拿纳税人的薪水 然后一事无成 更夸张的是 蔡政府也成立十几个专案办公室 像是少子化 房洗钱 指挥机械等等 其中少子化办公室 编列了7.9亿元 却被抓包连会都没开过 在党痛批 办公室成效不张 更是庆祝难输 那这些办公室的钱 这些办公室的人士 通通都是要全民来买单 那行政院这堆政务委员是干嘛的 这些政务委员就吃闲饭就对了 然后还要成立一堆专案办公室 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吗 农委会确定升格农业部 但依然看出曝不断的主委陈吉仲 即将升官当部长 在一党炮轰 你怎么好意思 问题是陈吉仲 你这个农委会主委都没好了 你还去干部长 而且问题也没解决 你怎么好意思 怎么有脸去干部长 当蔡政府专案办公室四处凌厉 各种国家队几乎遍布天下 对照执政者的绩效 难怪民怨会很大 记得黄玉俊 徐国豪 SNC